大家好 我是江小胖 我上期说上海九个重症患者都未接种疫苗对吧 然后具体信息没出来 我刚才看官方又说了 说现在已经失散例了对吧 都是重症的都没有接种疫苗 然后那个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好笑的事出来了 其中一个年龄33岁 剩下的呢 都是70最小的70最大的93 我就想知道官方发布这个公告是想告诉我们 疫苗是有效的呢还是说 什么呢我一直我不能理解 还是想告诉我们老人应该这个 远离这个这个尽可能不要人都抽我尽量不要避免病毒呢 首先国家花大力气对吧花大价格给我们研制疫苗 让我们去跟的去这个接种疫苗对吧很多人 采取自外向的接种自愿有没有引号大家自己理解 那个33岁这个不知道也没有出什么原因 是不是他也有基础疾病有的人说 33岁没有问题 现在我跟你说就是我身边知道的对吧 我身边知道最小的是96年 痛风唐流病 现在年轻人体格也不代表就好 所以说 也不代表体质就好对吧 那我身边还有得这个红斑蓝疮 那你说如果同样这个病这个症状 他得到之后对他来说就是致命的 就可能小感冒小发烧 对他而言就是致命的 那你说这个东西 怎么说实话我没有别的意思 什么一个普通老百姓 我也接种这个疫苗了对吧 我只是想知道 什么时候官方能给一个真正意义的数据告诉我们 这个疫苗就是管用 就是你打完了就是没有比没打完要效果要好 但暂时的意思 看不到 换句话说 这些没有重症的也感染的老年 人对吧 也是70 到93岁之前没有重症的 他们也没接种疫苗 对吧他们也有没接种疫苗 为什么他们不是重症的 所以说从哪 推论现在都没有办法能说 这个疫苗就是做事有效的 就是管用的 所以说 反正我对这个东西是 有质疑的吗 当然我也打 没办法因为我是自外打的 我不打对吧 上不了吧 所以说我是自外打的疫苗 当然肯定有一部分人 会 想打打不了对吧 体质不行 体格不行 总而言之 疫苗花了大价钱 对吧 我们国家可能是咱说不能说接种了也得接种50% 60% 那这50% 60%人接种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 告诉我们这个东西 到底管不管用 或者说给出一个实际线的结果就是管用 对吧 就是管用或者就是不管用 换句话说 现在 应该统计出来 就这些检查出来的非正的不非正的 其中有多少是打疫苗的 多少是不打疫苗的 比例是多少 现在资金赛拿也没有看到一个 很公正的回复告诉大家 这些已经变阳性的 小羊儿 有多少是没有接种疫苗的 有多少是接种疫苗的 又是多大 大税数对吧 得了这些统计 任何数据都没有 说来我们丰盟 我打了一针两针三针了是吧 未来可能还会有四针五针六针 我只是想打这个东西 我是自白打的 我真自白打的 但是我就想知道 这玩意到底有没有用 就这么简单 但是一些至今为止 看不出来效果 反正我是没有看出来效果 或者 当然有些东西就是两头 也可能说 如果我们全民不接种 这次可能是20万30万能感染 当然的可能是有的 但是 这个东西特别是医疗上 应该是非常严谨的东西 我不是学医的 最起码我以前干机械加工的 干机械加工的 我知道 机械加工是一个严谨的东西 难道医不是吗 机械加工是啥 是对的机械 是对的金属 对吧 对金属来说都应该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东西 有很全面的数据 才能统计出来 这个东西好有坏 那对人来说 是不是 生命大于一切呀 是不是应该让我们知道 我们打这个疫苗 到底有用还是没用 换句话说 那现在你说我打了 有的人没打 对吧 你说我们都没有被感染 那我怎么能证明 对吧 我没有被感染是因为我接种疫苗 对吧 他没被感染是因为他没接种疫苗 所以说 说不信道明 对吧 总而言之 我最重的习惯就是 我们国家花的每一分钱 对吧 投资的钱 不要进入某些人的口袋里面 而是实在实在对吧 就是匿名的 对我们人就是有用的 但是现在 不好意思 我从哪儿也看不出来 这个东西到底是管用还是不管用 好 就是这么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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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